谁说我没有孩子 我也有女儿 小心 是不是啊 妞 奶奶 你就不怕姐 再给你生一个 赖给你啊 那更好 我巴不得呢 小春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我回来了 小冬 奶奶 这是我男朋友 毛哥 你们好 我叫毛杜 他们都叫我毛哥 你们叫我小毛就行 小毛就行了 这是我奶奶 奶奶好 我大哥哥小春 小哥哥小秋 这是我大姐四季 还有她的女儿妞 你 童小冬 你 奶奶 那个 毛哥 别客气 坐吧 好嘞 放那儿 姐 你今天做了这么多菜 是什么大好日子啊 你忘了 今天是小秋哥的生日啊 小冬 你不是说你小哥哥和小姐姐 是双胞胎吗 怎么没见你小姐姐 忘了告诉你 我小姐姐在小的时候跟我们走散了 走散了 别问了 童小冬 你要么就十天半月不回来 一回来就带个陌生人来蹭饭 尽说些烦心的话 奶奶 我没事 大家吃饭吧 吃饭 都吃饭 吃饭 吃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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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的 没问题 这事包在我身上 一有消息 我就让小冬告诉你 好 这件事情 就这么说定了 没问题 小吃一桩 奶奶 您能不能 别捧着一张脸 人家毛多看了 还以为自己 有多不着您喜欢呢 你看出来了 我还以为你是瞎了眼了 带这么一个 不靠谱的男人回来 奶奶 您说我带回来的男朋友 哪个是您看得上眼的 那你自己说说 你带回来的男人 哪个不是骗你的 这次一定不会了 你这孩子 你 你还说不得了你 奶奶 人家还坐在那儿呢 别说了 明知道每年你生日 这四季心里有多难过 还带回这么个 不靠谱的男人 所以我从来都不过生日啊 来 让你生日日 还带回来的男人 这次还带回来的男朋友 这次还 avanz那边 还做了 拿回来的男朋友 自己做的男朋友 莫名棚 喂 我知道了 好好好 杰森 你想不想来一些 刺激的 小心 小心台阶 小玲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这么神秘 别着急 到了你就知道了 小心啊 来 一格 两格 到 好 再往前走 到了 到了 没想到你还这么开放啊 想什么呢你 我爸妈就要回来了 你要是不想被抓住的话 就赶紧走 小玲 拜拜 拜拜 姐 我来帮你吧 不用了 你去陪你朋友吧 姐 你是不是生气了 我没有 姐 你是不是想小姐姐了 咱们家没有小夏 再也不想家了 再也不想家了 这些年来我们都知道 你已经很努力地 再找小姐姐了 而且当初 要不是她自己走掉 也不会和我们 当年小夏才多大 她才八岁 她怎么会知道 就这么一逃跑 一赌气 就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姐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那天就不应该骂她 姐 这不是你的错 这些年来 我们都知道你有多努力地 想保护我们 如果妈妈知道了 该有多伤心 不会的 总有一天 我们会找到小姐姐的 好 喂 夏琳 是我 干妈 生日快乐 干女儿 谢谢干妈 回到中国还好吗 有没有和梅乐迪 去吃生日大餐啊 有 你放心好了 我和梅乐迪都很好的 那就好 和梅乐迪要互相照顾 知道吗 放心好了 干妈 对了 替我跟干爸问好啊 嗯 我也爱你们 好 拜拜 拜拜 这么多年来 你们都没有找过我 是不是已经把我给忘了 默默的等待盘 向她回来 哪怕是泪水与无奈 哪怕时光飞快 抹不去爱过的色彩 那么say goodbye say goodbye 心已如尽我的等待 我的心意中还剩下多少快乐或悲爱 那么say goodbye say goodbye 爱不会随意被感慨 你们看一个东西 快学 快学 快点 小夏 今天是你生日 你还没有生日礼物对吧 嗯 把手伸过来 而我依然默默的等待怕 管他会来哪怕是没睡觉 手表这就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现在是七点二九分 希望你能永远记住这个时候 让快乐永远停在这一刻 生日快乐 我相信 心已如尽我的等待 要别昨日悲伤 我学会了释怀 好啊 哎呀 ими不服啊 两岁 这个小孩没人用 这打饭 来 旁边没大侧了 快去 别跑 别跑 你跑什么 救命 救命 叫什么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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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跑什么 救命 救 救命 来 再去个好地方啊 来 走一场 来 你走啊 快起来 别抢 坐 顺便 来来来 别动 站起来 走啊 不要 别抢 不要 夏琳 忘了我 忘了我 夏琳 夏琳 是我 夏琳 怎么了宝贝 夏琳 好了好了 别哭了别哭了 我在呢 你现在安全了 啊 没人欺负你的 我保护你啊 好了别哭了 我在 我陪着你啊 那份工作真不适合我 你让我去干体力活还行 那种让我动脑筋的事情 我真的是举双手投降 不行也得行 你真打算做这个工作 做一辈子啊 我可告诉你啊 童小春 你这个工作 可是你姐我去给人鞠躬哈妖 拜托来的 不去也得去 你也把我说得太没用了 再说了 我做手工艺这种工作怎么啦 说不定哪天 就能成为一个艺术家 还有啊 我这不是在你的咖啡车 干得挺好的吗 再说了 奶奶的饺子馆也需要我呀 行了 我的咖啡车可发不了工资雇佣你 至于饺子馆 你可别去捣乱了 你给我乖乖地上班去 姐 行了 这事没得商量 你要是敢给我搞砸了 我就把你从这个家赶出去 好喽妞儿 我们上班去喽 姐 这工作的事 我们在从长计议嘛 我不是让毛哥 问问我工作的事吗 要不我们再等等 四季 四季 来来来 福利院来电话了 福利院 喂 您好 我是佟四季 奶奶 福利院说什么了 有小夏的消息了 还没说呢 找到我妹妹了 你一大早起来就开始努力了 你呀 一定就是因为上辈子无家可归 所以这辈子才会扎成这样 可恶 我怎么每次都在这里被消灭掉 不玩了不玩了 真没意思 夏琳 你没事吧 不是好久都没做噩梦了吗 没事 夏琳 我觉得 你这种吃法 你体重马上就要破下一个大关了吧 减肥 号称是女人一辈子的事业 饭后开始 饭前结束 我就是最佳的典范 我可没像你一样 为了身材不择手段 我不择手段怎么的 我这是为了幸福的人生 我理直气壮的不择手段 你这样啊 对了 昨天是你的生日对吧 你看啊 你都既然回国了 那你不打算去找你的家人吗 我 我没有家人 你看你 这都是以前的事 你有什么可忘不了的呀 人的烦恼啊 就是因为记性实在是太好了 你说要是我们可以一觉醒来 把所有的痛苦的事情都给忘了 那个多好 是啊 我打算去找工作了 等一下 夏琳 我担心你 到时候可别出了什么 你知道吗 昨天啊 你这时间掐得太准了 要再玩一秒钟的话 杰森就要把我生通活泼了 你这个没良心的 我真的挺替杰森抱不平 人家都已经对你偷心偷废了 你还真要玩别人呢 我怎么玩别人了 我这是在考验他好吗 那那个杰森通过你的考验了吗 谁知道 说不定我今天啊 就会遇见一个条件比他更好的人呢 你说你太毒了 你好毒啊 好 来 吃 来 吃 够什么 啊 啊 好 嗯 请进 您好 院长 我是童四季 你好 来 请坐 好 院长 我一接到您的电话 就立刻赶过来了 您有我妹妹的消息了是吗 你先看看这个 这个女孩啊 叫李若涵 当年也是在码头上走失的 后来辗转 被一对夫妻给收养了 院长 她是我妹妹吗 这个我可不敢确定 因为当时这个女孩 被送到福利院的时候 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就连她叫什么名字 家里住哪里也不知道 亲人什么的就更不知道了 小夏 会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我看哪 你去找她吧 也许她呀 就是你找了这么多年的妹妹呀 谢谢您 小春 回来了 回来了 找到小夏了吗 你看 确定是小夏吗 像吗 不像 不像 你再看仔细一点 不像 我觉得挺像的呀 哪里像了 你看她的脸型 跟小秋的一点都不像 小夏和小秋虽然是双胞胎 但是她俩长得本来就不像啊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直觉 你的直觉准过吗 我觉得挺像的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每次一有一丝小夏的消息 你都会抱太大的希望 我有吗 有 你跟这个李若涵联系过了吗 还没呢 她现在人在重庆 我想等游泳会管休假的时候 再去看她 不过我还是劝你 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免得受伤 即使是这样 有希望 总比没希望来得好吧 好好好 我姐啊 别的没有 有的就是 过人的毅力跟决心 必须的 对了 今天你要上夜班的对吧 那车我来说吧 是 总经理 给英国博位的信 我已经处理好了 如果没事的话 我就先下班了 好 你走吧 关羽 是 总经理 是 总经理 我们会馆几点下班 营业到十点 好了 你先走吧 总经理好像要去会馆游泳 我要快晒 不去了 喂 蓝海会馆 您好 是我啊 司机 小琪啊 怎么了 你明天早上 可不可以帮我带个班 小悠他妈病了 我得去看看她 行 你去看看吧 我帮你带班 谢谢啊 没事 我会小心的 大不了今天晚上 就住在这里了 好 这样啊 那就这样 拜拜 好 拜拜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四季呢 姐今天上夜班 是吗 我又给忘了 对了 姐今天打电话跟我说 她明天一早要帮同事带早班 所以啊 就在会馆里睡 不回来了 又不回来睡了 这个童四季 这都快三十的人了 你说她要是睡在男人家 也就算了 这怎么能睡在游泳会馆呢 这怎么能睡在游泳会馆呢 不会是那儿有男人 奶奶 你整天担心姐没人要 要不这样 我们干脆啊 把姐挂在饺子馆里 像卖猪肉一样 论精秤凉地给卖了 说什么你 你 臭小子 满嘴地胡说八道 要回家了 嗯 再见 再见 四季 我下班了 教练 里面还有人吗 应该没有人了吧 那再见 再见 通常 我要你 所以我发现了 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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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我要你幸福 渐渐领悟 我 幸福 我要你幸福 我 哎呀妈呀 种植太多了 哎呀 哎呀 幸福 我要你幸福 舒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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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电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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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怎么会在这儿呢 教练不是说没人了吗 你是大贺的老婆 大贺 你是远先集团的那个吧 让一下 你们这门怎么打不开啊 不是停电了吗 你们大楼没有应急措施吗 没有发电机吗 我们大楼每次停电 三十分钟之后就会自动恢复 请您不要着急 好疼啊 好疼啊 好 你小心一点啊 好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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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干什么 你干吗 你放心 我对你这种女人不感兴趣 来 擦擦擦 手按着 捏住 快点 快点 怎么那么久 别催别催 快好了 好了 赶紧看看有没有状况 快点 来 我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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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不会掉在厕所了吧 打电话 给外面的人打电话 让他们开门 对对对 打电话 电话也不见了 放前台了 你脑袋进水了吧你 你脑袋才进水了呢 密码多少 密码 对 密码 二 三 二三五五九四四 二三五五九四四 二三五九四四 不对 那你试一下 二三五九四六八八 刚才你说的是六位 现在说的是八位 你在耍我什么 你到底知不知道密码啊 哎呦我忘了 什么密码呀 有人吗 我们被困在里面了 帮我看一下门 有人吗 喂 不好意思啊 今天的事情很抱歉 不过明天一早 就有人来开门了 明天一早 小宝啊 那个早饭 奶奶 您进来能不能敲一下门啊 这是我家 我敲什么门呢 这叫隐私权 您得尊重一下 真是越大越不像话了 成天都跟我较计 那个早饭在桌上 记得带啊 真是的 给我起来 小春 给我起来 你给我起来 给我起来 奶奶 这一大清早呢 你好什么呀 你好 你好 四季为了工作 从早忙到晚 再忙到早 人小秋也是一早就上班走了 家里就剩你 就剩你 成天吃鲜饭 好 人家四季都快三十了 都蹉跎成老姑娘了 你 你还 好了好了 奶奶 我去还不行吗 我现在就去 为我大姐送早饭去 你以为我爱唠叨啊 我烦呢 我闲着没事干哪 你要去找点脑子 我至于吗 你给我多找点脑子 天哪 今天怎么到现在 还没开门啊 是啊 你看这都几点了 怎么还没人开门啊 是啊 也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 奇怪 司机点人呢 怎么回事啊 怎么到现在还没开门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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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道理 昨天我姐没有回家 说是睡在这里了 我们都等好久了 就是 走了走了 真不好意思 让那么久 来来来 经理 我先去找一下童四季 对不起啊 稍微等一下 对不起啊 稍微等一下 设备都已经开了 你们里边请吧 走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接电话呀 都几点了 还不醒 这 出人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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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四季 你在干什么呢 哦 我昨天晚上和他 四季姐 你怎么了 怎么全是血啊 谁打你的 昨天晚上我和他 他 你敢打我姐 易总 对不起啊 您的医药费 我们公司会全权负责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来 擦擦 还不道歉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抱歉 他都把你弄成这样了 你还向他道歉 经理 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们要告他 告他 骚扰 说什么呢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 骚扰他了 不用看都知道你意图不轨 经理 你看看我们家四季姐 脸上身上都是血 因为他抵抗不从 所以你就对他施暴了 对不对 我 我们四季姐平时做牛做马 替您赚钱 现在在这里 被这只披着羊皮的狼 给玷污了 我们要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谴责 一定要谴责他 绝对不能纵容他 继续在社会上犯案 不能继续摧残这朵 美丽善良的小花朵 我请问这朵 美丽善良的小花朵 昨天晚上我怎么玷污你了 不不不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说 是你们 你们在玷污我的人格 我看得送你去再教育啊 欺负人了说话 还这么大声啊 你是他什么人啊你 怎么了 我是他什么人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告诉你 我今天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如果这种毫无半点素养的员工 你还不开除的话 你就等我的律师行吧 易总 有话好好说 您消消气 你怎么这么冲动啊 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啊 我哪管那么多啊 你看你全身都是血 童小春 你的脑子要是有你拳头 一半毫使就好了 谁让他欺负你了 是我自己不小心跌倒 才流鼻血的 跟他没有关系 经理 你知不知道 你打的是公司的大客户 他每年签约的福利 能给我们公司 带来多少钱 你知不知道 还有你 居然把人关了一整晚 对不起啊经理 主要是大楼停电了 才会变成这样的 这只是个误会 误会 好啊 那今天早班前台是谁 让那么多人在外面 等了一个多小时 这是谁来负责 你别拿他开刀啊 他是替别人代班 经理 都是我的错 全是我的错 好 从明天起 不用来上班了 你这人怎么不为青红皂白啊 行了 你别说了 总监 前前前来 您慢点啊 这上边就是我们销售部了 经理好 我们最近招了一些新员工 您请 我们这销售部啊 人不少 这边 集合 新来的总监到了 快点儿 新来的总监 快点儿 快点儿 我相信在您的领导下 我们的销售部会越干越好 这新来的向总监也太扬眼了吧 你瞧你 大家欢迎向总监 好 下面请向总监为我们大家讲几句 鼓励一下我们 邀请 大家好 我叫向阳 今后在销售部 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我需要仰赖大家的配合 希望我们一起共创佳谨 好 好 你讲得太好了 太好了 好了 去忙吧 你们都别愣着啊 拿出自己的干劲 大佩 带他们工作去 好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早见 我带您去您的办公室看来 走 请 田中社长 下个月会来中国 关于合作的事情 他们想和您当面谈谈 日本 是啊 这可是我们福康 迈向国际的好机会啊 你去吧 我不去 你知道 我目前没有跟日本合作的打算 爸 进来 董事长 钟经理 梁文啊 我对日本的立场 你应该清楚啊 那我先出去了 坐 坐 怎么样 第一天上班感觉如何呀 嗯 有点紧张 海 在阳光盛开的午后 回忆 悄悄涌上心头 是否 是否 有爱的理由 是否 该牵你的手 能不能 去拥有 如果能 邂逅 如果能 牵手 若曾经所有 纷纷扰扰 落在身后 默默牵手 默默牵手 天长或地久 有太多的话 不如说出口 爱的勇气 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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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的 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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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他 完成了 保留 做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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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